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在这一集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房地产的困境 以及美国制裁对部分城市的影响 根据维尔肯研究所的最新报告 这些挑战已经使一些城市的经济增长前景暗淡 尽管部分城市如杭州因科技推动而表现强劲 珠海等曾经的新兴城市则因房地产市场低迷而排名大幅下降 显示出目前的经济环境是多么的严峻 另一方面,受美国制裁影响的东莞和郑州的排名 也显示出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武汉和合肥却在逆境中逆袭 显示出后疫情时代的潜力 杭州的成功虽然令人瞩目 但能否被其他城市复制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繁荣与困境交织,中国城市的经济变迁 在中国城市的命运往往有多种因素塑造 其中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与国际制裁的影响尤为显著 米尔肯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指数 致使了这一现象的深刻影响 自2015年以来,该指数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大中型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增长前景 今年的数据特别是与2021年的对比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解析了中国城市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表现 杭州,科技推动的繁荣 东部浙江省会杭州以其作为阿里巴巴和其他科技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地位 在今年的排名中高居榜首 制作城市的繁荣得益于其电子商务制造和金融业的快速增长 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研究所指出,杭州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当地产市场的表现超出预期 导致生活成本涨升 尽管这也使得该模式难以在其他城市复制 然而杭州的光环背后却隐藏住其他城市的侦查 珠海曾经的新兴城市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台名从之前的第125位暴跌至第157位 位于广东省南部靠近香港的珠海 曾经是投资热点 但现在却面临着无人购房建筑商资金短缺的困境 米尔肯研究所研究部总监黄佩里 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突然之间没有人买房了 建筑商没有足够的资金完成他们的项目 房地产市场的重创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是自2020年以来 政策打击房地产开发商高度依赖债务的结果 带政策的影响波及了多个主要城市 除了东莞 这座工厂之城拥有华为的庞大园区 但却由于美国的制裁而受到打击 在米尔肯指数中 东莞的排名下降了15位 至第199位 仅仅比底部高出18个名次 东莞的遭遇并非各例 迎进的大都市 深圳虽然排名有所上升 歹仍落后上升 但仍落后于北京 位居地球 黄佩里指出 最初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大多数中国公司 都位于深圳或北京 地缘政治的影响 河南省省会郑州 同样因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受挫 作为iPhone制造商富士康的所在地 郑州的排名从第三位滑落至第二十二位 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 而国际制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其经济前景蒙上阴景 相反 安徽省省会合肥和湖北省省会武汉 则在最新指数中表现不索 武汉更是上升了近三十位 月居第二位 而合肥仍然稳居前十 黄佩里解释道 武汉在疫情期间努力保持工厂运转 使该是迅速反弹 同时 合肥的一所大学获得了政府对技术发展的直接支持 这位当地经济注入了活力 未来展望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部分城市仍然展现出任性和潜力 珠海虽然因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而失色 但黄佩里表示 珠海是一个非常适合从事服务业的地方 甚至是生产工作 高端生物技术生产工作 所以排除房地产的影响 它应该有一个相当有前途的未来 中国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增长前景正面临多层挑战 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美国制裁的影响 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变迁 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各城市的命运 尽管如此 科技和创新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杭州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但重复这一模式并非易事 未来中国城市需要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寻找平衡点 既要应对国内政策的调整 也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无论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还是技术创新的推动 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城市的繁荣与困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城市将如何在变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朋友们 咱们来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困境和美国制裁对城市的影响 首先杭州作为科技和电子商务中心 经济持续增长 这不仅仅是偶然 这是战略规划和智能投资的结果 就像旧时候的李白 靠住一把剑和诗篇闯荡江湖 杭州靠住阿里巴巴和其他科技企业 攀登了经济高峰 这不正说明了科技创新和战略规划的力量吗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听着很像是励志鸡汤啊 但现实可没这么简单 杭州是因为有阿里巴巴这个金主 其他城市可没这么幸运 珠海从125名跌到157名 这可是大跳水啊 这就像你去打麻将 排不好还让人一杠全给打飞了 这说明啥 说明房地产的泡沫破裂就是致命的 这些城市的经济根基不稳 玩不起高风险游戏啊 谢奇奇 你这魔说可有点一页账目了 美国的制裁确实对东关等城市造成影响 但这也促使中国加快转型升级 你看武汉 疫情打击后迅速反弹 这可是从困难中寻找机遇 就像岳飞说的那句话 天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这些城市在困境中学会了如何更加灵活应对挑战 哼 楚天书 你这样讲就像是给摔倒的孩子说摔跤是成长的一部分 美国的制裁可不是摔跤 而是踢脚 东关 郑州等城市的经济排名一落千丈 这可不是一两年的事 郑州从第三位下降到第二十二位 这么大幅度的滑坡 说明这些城市的基础经济结构存在重大问题 这就好比在沙滩上建房子 风吹一下就垮了 哎 谢奇奇 你这比喻可有点细说了 科技和创新才是未来的王道 合肥在科技发展上获得政府的巨大支持 武汉迅速反弹 这些都是迎难而上的例子 美国制裁就像是风暴 但中国城市在风暴中学会了如何驾州渡海 正如孔子所说 知者不惑 人者不忧 勇者不拒 好了 楚天书 你这魔说就像是给跛脚马打了鸡血 美国制裁和房地产困境双重夹击 不少城市都被打得措手不及 光靠科技和创新 难以在短期内补足经济漏洞 这就像是农夫与蛇的故事 房地产市场就是那条蛇 不小心就会咬你一口 让你腾上好久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文化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丢 无如我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